欧洲中世纪的经验哲学中 奥古斯丁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代表 就是圣托马斯·阿奎纳 阿奎纳的意义是 他不仅仅是经验哲学的最高成就 而且直接改造了基督教 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之前在介绍奥古斯丁之后略过了阿奎纳 现在把他补上 和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 阿奎纳也是世家出身 他爹是大领主 他妈是史胜罗马帝国的王室 他书是基督教本读会的院长 阿奎纳从小就展露了极高的天赋 他们的家族希望阿奎纳能够成为 本读会的未来掌门人 但是阿奎纳学了几年神学后 竟然倒阁加入了本读会的竞争对手 多名我会 阿奎纳的这种背叛 差点没把他爹和他输起疯 他们派人把阿奎纳从多名我会绑回来 皮鞭铁链老虎凳走了一遍 望阿奎纳改不改 阿奎纳说呵呵 不吃硬的那就来软的 他爹安排了两个士族妇女到监狱攻光阿奎纳 稀想凭你钢筋铁骨也要被两个肉蛋拿下 结果是两个士族妇女不但没有成功 还被阿奎纳成功忽悠进了多名我会 他爹老泪纵横 没想到我硬他比我还硬 我软他比我还软 他强随他强 名誉扶山岗随他去吧 阿奎纳终于穿上了多名我会的修饰服 从此开始了开挂之旅 阿奎纳一生最重要的两个贡献 一个是把理性引入了基督教 一个是用自然法则论证了军权神兽 为军权背书 对于第二个贡献 君主们都很开心 他们纷纷为阿奎纳点赞 和奥古斯丁那种除了招呼主 谁都不甩的纯粹夕阳相比 阿奎纳认为军权神兽 君主的权力不是人民通过契约给予的 而是神赋予的具有无可论证的正当性 圣托马斯的这种为世俗政权花式洗地的做法 导致了很多人对他的不满 但理论突破要等到很久之后的霍布斯提出了利维探 才把人们从军权神兽的概念中解脱出来 把君主的权力定位于某一种契约 同时阿奎纳也是最早提出了 动物不能享受人的权利的人类中心主义者 他认为招呼主创造万物 就是为了让人类管理和利用的 人类不需要对动物有悲悯和慈善之心 因为动物不是人 人吃动物也是神的旨意 不需要任何愧疚 而且具有无可争辩的先天正义 但阿奎纳也反对虐待动物 他认为虐待动物有可能会让人类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人类自己 阿奎纳在对动物权利和人和动物的关系的论书上 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他深刻影响了基督教伦理 当然阿奎纳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基督教诸如理性 在阿奎纳之前 除了与上帝有关的知识 世界既没有规律也没有意义 世界只能通过上帝才可以被人类认知 但阿奎纳认为 虽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但外事万物都有一个自然的秩序 这并没有否定上帝创世 而是认为上帝创造完之后 世界就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行 这种思想让阿奎纳认为 世界存在一个能被理性掌控的自然法则 阿奎纳建立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 他把神创论和自然秩序的运行分开来 阿奎纳的理论让人们改变了对世界不确定性的看法 他们开始用理性的视角看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 阿奎纳认为 理性和信仰都不可或缺 要想了解造物主 需要找到一个信仰和理性的交叉点 阿奎纳融合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信仰 人类开始用理性去理解关于造物主的一切 以此来获得世界的真相 并得到救赎 作为典型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阿奎纳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功改造了基督教 为了这点他甚至反对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认为 世界上所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经受苦难的 幸福唯一的真正的希望在天堂 而阿奎纳认为 今生今世才是我们幸福的源泉 人生真正的快乐是用我们的理性产生对世界的理解 他这些观念当化了基督教对来世的寄托和希望 阿奎纳认为 世界存在着两种启示 一种是对自然秩序的理解 人们可以通过观察造物主所创造的世界而获得 这里面只涉及到人类的理性和逻辑 但另一类知识不能通过逻辑获得 比如宇宙起源 三位一体就无法通过逻辑获得 这个为后面的科尔凯古尔提出了 信仰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阿奎纳的理论让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从天起的不确定性变成一种确定性 世界从无序中醒来 古希腊人所认为的可以被理性认知的世界 再一次显露出来 这位后期牛顿的机械宇宙论奠定了基础 他们认为 世界有自己的规律 可以被理性认知 阿奎纳对基督教的改造 深刻影响了科学的崛起和欧洲的加速 这是欧洲在唯一复兴后能够快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推动力量